噁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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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 又回到我們的苗咪打圖劍時間來 那上一次的話 基本上我們看完龍主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也是看了一點點就是我們的那個 哎古代勇者系列哦 那古代勇者系列的角色的話 基本上也算是就是新手非常非常推薦的角色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跟大家講一些 還蠻多的東西 那上一次是介紹到了我們的這個 竹曲公主啊輝葉姬 那大家會怎麼用輝葉姬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 那輝葉姬就是用一階的狀態啦 然後他這邊的話 是可以讓天使敵人跟鋼鐵敵人 都是一個速度緩慢的一個效果哦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好好來運用一波哦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要歡迎就是我們 古代勇者系列 大家最最最最最最推薦的一隻角色 也就是我們的小地藏啊 那其實我覺得古代勇者系列的話 我自己個人是每一隻都還蠻喜歡的 因為新手來說的話 你這必須要那個啊 有更多的一些就是 資源能夠出更多的貓貓嗎 那當你貓貓海量出來之後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就是做很多的事情哦 那像我們這個古代勇者系列的話 他的那個第一個優秀的條件 就是他的那個 生產成本非常非常低 然後吸息時間很快 所以就可以讓大家的那個 場面上面都是自己想要一些貓貓 這樣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好斗粒地藏 據說在下雪時代上寫有心願的斗粒 就能幫我們實現願望的神秘組織哦 可以給予天使與黑色敵人超大的傷害哦 這隻真的 很素很很酷 而且這次的話基本上 一階跟二階跟三階我都有在用 因為他的三階的話 是可以打一個遠工具的一個 大傷害哦 那基本上我打黑色跟天使敵人 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太遠工具的話 我可能都會把小地藏就是考慮換成 就是我們這個 二階或是三階這個狀態哦 不過大家基本上 還是最常用的就是一階段啊 因為一階段的那個他的那個 就是生產成本比較低 而且生產的速度也比較快哦 好第二階變這個地藏要塞神威好不好 哦斗粒地藏的本體中樞開始啟動 超強的存在感連 連聯邦 聯邦政府都驚為天人哦 可以給予天使敵人與超大傷 啊 可以與黑色敵人超大傷害 哈哈哈 最近真的變得都不太會看字了哦 然後第三階段就是我們這個 地藏要塞金甲神威 無懼暴風雪 展露黃金盔甲的斗粒地藏 將要出動殲滅聯邦政府 呵這麼兇的嗎 可以給予黑色敵人跟黑色敵人超大傷害 我看一下他完整的樣子 他上面有一隻就是那個地藏貓這樣子 然後下面是這個 機甲地藏 所以上面那隻才是貓咪的本體哦 好再來是 這隻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是那個 超厲害的這個古代用者系列的坦克角色 葡萄太郎 從聯邦政府手中成功解救出 深化冰烏龜的精英貓咪啊 對上天使與黑色敵人很愛打 這隻的話我基本上就很少用他的一階形態了 因為他的那個 二階跟三階真的太好用了 他是天使跟黑色敵人的大坦克哦 這個的話大家如果有抽到的話 也是不錯 好這是我們的龍公獸變色龍 原為深化冰烏龜啊 陰影又成長促進劑而變無稱為 擁有超強戰鬥體力的深化兵器 對上天使與黑色敵人很愛打 所以他原本是烏龜耶 然後他只是喝到不 不好了那個 成長的促進劑這樣子 哈哈 他原來是隻烏龜啊 然後第三階進化變成這個粉紅色的這個 有沒有這個 龍龜啊龍公超獸變色龍王 為巨獲酒吧粉紅家人女主人芳心 而將變色龍烤漆的作戰成功 所以拿到禮物 對上天使與黑色敵人很愛打哦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是那個啦 他要就是 而為如獲酒吧啊 酒吧的那個粉紅家人女主人芳心 而將變色龍烤漆的作戰成功 所以他是那個葡萄山啊 上面那隻貓貓啊 要去那個 就是要去贏得那個女主人的那個芳心 所以才把他變成這樣的顏色 我想說奇怪 怎麼那個龍公獸會是粉紅色的 原來是因為要把妹啊哈哈哈 但這隻的話基本上很好用 是一隻那個天使敵人 跟黑色敵人的一個大坦克哦 好再下一隻是我們這個白鶴貓 白鶴貓我算是比較 呃 後面才拿到一隻角色 所以就比較少在用他 因為基本上我都有用一些 就是我比較自己習慣的一些貓貓 哦這樣子的感覺 那小白鶴貓的話就是我們的小宇宙了哦 白鶴貓每年參加湖上舉辦的變身鳥比賽 並且屢次飛出最遠紀錄的攻擊性貓咪 有時候可以把天使與漂浮敵人打飛哦 範圍攻擊角色 然後進化之後變成這個 直接變超超級無敵帥 哈哈哈銀河戰士小宇宙 莫名其妙不知道為什麼變這樣 最常飛行紀錄直接達到宇宙好不好 得到了星座之力超進化的貓咪 畢竟能把天使與漂浮敵人打飛哦 這個很帥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他的攻擊 吸氣時間太長了 因為他要做很多那種就是那個 發炮的架式有沒有 你看這邊就很多這個發炮的架式 就會比較久一點點了好不好 好在下面一位 究極戰士黃金小宇宙 終於來到銀河盡頭的貓咪 這份榮耀成為都市傳說 並且繼續流傳下去 畢竟能把天使與漂浮敵人打飛 並使其動作停止哦 這個也是就是打飛我們天使敵人 跟漂浮敵人的你看這個變超帥 但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的攻擊吸氣時間 就會比較長一點點哦 但是真的很帥好不好 而且是可以驟飛的 而且他的距離 超級無敵遠 攻擊距離超級無敵遠 好在下面一位是這個 我們新手帳號很常用的一隻角色 是我們這個咔嚓咔嚓三宰子 那這次的話 就像在打新手帳號的時候 我發現他其實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他可以讓我們那個異星 敵人那攻擊力下降 真的很好用哦 那這邊的話 他是那個 捕獲迷樣的古代生物 並持續追蹤的 SCAT 部隊貓咪 為了實施 泥船計畫不適合手段 有時候讓天使和異星戰士的攻擊力下降 沒有問題 好再來是我們這個 進化周邊這個 炎護射擊車偶一偶一 泥船計畫結果與 古代物種有高超高同步率的共鳴哦 金樹千年後古代兵器再次發動 畢竟能讓天使和異星的攻擊力下降 所以我們在打那個新手帳號的時候 打未來篇其實是 非常好用的啦 但是因為我的那個新手帳號的話 通常第一次通關的時候都是不用用那個 不盡量不用超級貓貓的 所以我是在刷金寶的時候 才會使用他這個 炎護射擊車偶一偶一 超級無敵好用 攻擊力下降真的在未來篇很重要哦 好第三階進化變這個豪炎居其醜 呃豪炎居其車偶一偶一 與古代物種的進化產生共鳴後 完全覺醒的古代兵器 這已經就變成那個救護 那個救火車了吧 哈哈已經變消防哎 等一下 消防車噴火夭壽 為了成就機密任務而將證據完全毀滅 哈哈範圍攻擊 山雲攻擊天使和異星戰士 畢竟能使其攻擊力下降哦 沒有問題 他噴火哎夭壽哦哈哈哈 夭壽夭壽 好然後再來是我們那個 不死生物界非常非常好用的這個 就是古代勇者系列 侯瀉大戰貓好不好 我都叫他侯瀉大戰爭 那邊舞臺巨界的天才童星 演出電影聲 獲得最佳配角並被稱為怪 啊驚人的怪童哦 就是他是怎樣 就是天才童星哎 上面攻擊天使與不死敵人哦 不死敵人用他打真的很舒服 好不好 這有時候我還是會用 他們的二階跟三階啦 這次這次跟那個小弟這樣差不多 就是我都會用他們的二階跟三階 因為他的三階跟二階的話 是一個比較遠距離的 可以有一個大進化的 其實也還算是不錯啊 爆音樂咒 猴瀉天團 這是他進化之後變的樣子 然後從地獄蘇醒過來的傳奇搖滾樂團哦 最新專輯因果報應 復仇演唱會巡迴中 善於攻擊天使敵人和不死生物 好沒問題 好進化之後第三階會變成這個 超音樂咒喉瀉天團 因風格不同而解散的樂團再次復出了 這風格也太不同了吧 哈哈哈 每一個都完全長得不一樣哎 個性互相碰撞的最新專輯 九四狂好不好 熱賣中 善於攻擊天使敵人和不死生物 所以他們會長的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那個 風格都不同而解散了好不好 所以他們現在 回來就是每一個人那個風格都不一樣了哦 哎他最左邊那個是女的還男的 感覺好像是 有點那個勾的感覺 但是應該是男的啊 應該是男的哈哈 這是女的還是男的 大家也可以在這邊跟你們分享一下啊 好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古代勇者的這個最後一隻了 好不好 應該是最後一隻吧 這是誰 哦這是黑暗英雄的 好 最後一隻是我們的這個金太郎 好不好金太郎跟那個陶太郎好不好 都是我們古代勇者系列的 他的那個古代勇者系列 好像都是就是這種類型的角色啊 就是母子姑娘啊 或是陶太郎啊 或是金太郎這種的 就是那個他們的那個 日本的一些那個童話故事哦 任職於 擴任輔助是會設的精英職員 阿金好不好 他是阿金 今天有由 布下小熊扛起前往山中執勤 遠距離範圍攻擊 我覺得那個小熊快累死了 你知道嗎 哈哈哈 那小熊好累一直在流汗哎 有時候會死天使敵人的動作變慢 施放渾身一脾哦 他進化之後超帥 他進化直接變成一個機甲 你知道嗎 金嘎用好不好 金駕用啊 猛槍戰隊金駕用 從勇竹印山越基地出動的 勇獸們猛獸們好不好 用火箭炮教訓成二的敵人 還有壞人們 遠距離範圍攻擊 有時候會死天使敵人的動作變慢 施放渾身一脾超級無敵帥 等一下大家去看哦 他還會合體 就是他們這整個會合體 然後直接變成一個大砲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有過帥的 哎不過他這個三階的時候 他前面會有一個狙擊技能 那個瞄準技的效果 好進化成三階變這個 超槍戰隊金駕用好不好 這個集結於最終決戰地的精英猛獸們 用超槍炮放射出的光芒照亮未來 遠距離發揮攻擊 有時候會使天使敵人的動作變慢 與詛咒 渾施放渾身一脾哦 來看一下哦 這邊的話 他這個我記得 最後好像會有一個瞄準鏡的一個效果 很帥 有沒有 有有有 有沒有看瞄準鏡超帥的好不好 那這些的話就是我們那個 好不好 就是古代勇者系列 而且他還會有這個 詛咒詛咒的這個總火效果 所以算是一個還蠻厲害的角色 不過我也是比較少讓他出場啊 就是對於後面抽到角色 然後這邊基本上都是比較少讓他們出場 好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這個新手超級推薦的 其中一個系列就是我們古代勇者系列 那下一次要推薦的話 也是新手非常推薦的 就是我們的黑暗英雄系列 這兩個系列的話 真的都超值得大家抽的 如果你是最近剛入坑貓戰的新手的話 這兩個系列絕對不要錯過 因為一個是生產成本非常低 然後一個是那個 抽到一隻等於抽到兩隻的角色 非常非常棒好不好 所以大家都可以好好把握一下機會囉 那麼今天大圖劍就先介紹到這邊啦 我是曲平台見囉 大家拜拜啦 那些朋友們 感谢观看